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总统蔡英文今日下午来到宜兰 先到五节相立的工业区与工商及农与会团体座谈 再到宜兰市慈云寺参拜 最后抵达今年刚开幕的状围旅游服务员区参观 在慈云寺致辞时蔡表示 她上任两年来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进步 去年下半年跟今年上半年共四季 经济成长率都超过3% 甚至超越南韩 台湾经济已不是亚洲四小龙之末 蔡英文原本预计今日下午3点5分抵达慈云寺 但因为立泽工业区形成迟到约25分钟 她进到庙里参拜完后 随即坐到舞台旁边 不时与慈云寺主委 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交头接耳 地位陈欧破 宜兰市长江从渊野运会 选举不是来逃选票 是来向乡亲报告时政成绩 蔡英文致辞时 大谈任内政策 首先谈年金改革 她认为 改革后军工交年金30年不会破产 国家财政也稳定 如果国家财政稳定 国家才能做好基础建设 所以才有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蔡英说 去年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经过立法院好几个会期审查 才顺利通过 除了基础建设 专行正义也是她的重要政策 例如透过立法处理不当党产 查明真相 勇敢面对历史 让人民更团结 她也谈到 政府近年也做税改 让中低收入户不用缴税 年收入40万以下 不用缴税 如果有四口之家 年收入123万元以下 也不用缴税 还有长找2.0 照顾好社区老年价 这是很重要的事 因为台湾人口老化越来越严重 她更称赞宜兰的涨召政策 是全国典范 谈到经济 蔡英文则说 她上任前 台湾经济成长率才0.8% 她就值钱甚至是负的 但她上任那年年底 经济成长率已达到1.5% 不但保抑还超过 去年经济常常率更达2.86%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下半年共四季 每一季经济成长率都超过3% 她更强调 台湾现在的经济成长率比韩国人更好 已不是亚洲四小龙之末 谈到年底选战 蔡英文指出 宜兰这么多年来都是民进党在执政 每一任县长施政表现都很优质 今年年轻的江聪渊任内表现很好 她呼吁相亲继续让江连任 让年轻有活力的市长继续带领大家 她更开玩笑 如果江没有高票连任 要开除江的党籍 蔡英表示 陈欧珀在三星乡长任内做冲钻节 加上立委任内表现很好 地方服务第一名 相信陈是最贴心的县长 希望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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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